资深艺人好曼丽在警服门前高喊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不过却遭到其他民众的呛吓 立刻联系记者戴秋荣告诉大家 秋荣请说 好的在警服门这边呢 在国庆大典持续进行当中的时候 警服门陆陆续续有一些零星的状况发生 就在大约九点半钟的时候 这个资深艺人好曼丽呢 他是带着国旗来到这边高喊中华民国万岁 而遭到了旁边的一些群众呛吓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画面 他是个人渣 人渣是杂物 对 国庆中华民国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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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拿了国庆上在这边去 在这边去出责台湾 不要不要 另外呢也有一名将近是八十岁的老妇人呢 也来到警服门广场这一边呢 那么呢也是要来声援停马英九的部分 那么也同样是遭到了一些不满群众的呛吓 那么要他赶快离开这边 那么情况是一度有一些紧张 那么幸好呢并没有引发冲突 而这个黑色岛国青年阵性联盟的这一些抗议学生们呢 在大约是快十点钟的时候呢 是前往了立法院这边去声援1985行动联盟 以上是目前最近情形现场交款 彭妮直播